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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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打电话了 你这两天死哪儿去了 什么 我睡两天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喝多了 在家里睡觉呢 你一直在家睡觉 那我怎么在电视上看见你接受电视采访了 接受采访 而且还和小欧在一起 我说她怎么到城里来找你呢 原来你们两个早就是一对恋人呢 这 这怎么可能呢 这 这怎么可能呢 我要马上借你 哥 怎么回事啊 若云在电视上看见你和小欧在一起了 她以为是我和小欧在一起 看来我们换位的秘密对若云也保不住了 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 我还以为你利用星期天避开我回老家了呢 你的弟弟心远和你长得一模一样 我们是双胞胎 真的长得太像了 若云 我还有一个秘密没有告诉你 什么秘密 其实你在电视上看见的是真正的星遥 我是星遥 什么 因为我哥操作天堂倒股票的需要 我们玩了一次换位 那还有谁知道这件事 小欧和谎言 也是上次小欧来他们才知道的 还有就是你了 连我妈也不知道 连我妈也不知道 不知道 本来我们想操作完天堂倒我们就换回来 可是我看到你以后我就爱上你了 我哥看见小欧以后她也爱上她了 所以我们就换不回来了 那小欧 原来是你的女朋友 难道 这仅仅的是简单的换位游戏吗 为什么过去老幌从来没有到我家住过 偏在这个时候来我家住 而且把你也拉来住 你们换位为什么不和我妈说 如果这里面不存在阴谋 你们有必要这样吗 你还有什么事没和我说 我毫无保留地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 现在天堂倒的股票已经做到了绝境 照现在的形势有可能彻底垮掉 那我妈妈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想过吗 我现在把一切都和你说出来的原因 就是因为现在很多问题我已经处理不了了 你还记得当初我让你帮我卖出天堂倒是怎么和你说的吗 我想在大家还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就卖出天堂倒 尽量减少损失 没想到你是这么幼稚 我觉得这件事老黄是幕后的操纵者 你也这么认为 我甚至把这件事和我爸的死联系起来 当初我就怀疑我爸爸的死和老黄有关 但是苦于没有证据 你怀疑是老黄害死的你爸 是的 你现在打算怎么办 若云 嫁给我吧 今天我正式向你求婚 我愿意一辈子照顾你 白头到老 小欧比我漂亮 又是一个完人 你为什么抛弃她而选择我呢 我现在不得不怀疑你的动机了 若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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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不得不怀疑你的动机了 你为什么不怀疑我的天啊 你为什么不怀疑你你愿意一辈子 我为什么不怀疑你呢 你为什么不怀疑我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若云 你同意嫁给我吗 我起草了一份文件 如果你同意 就在文件上签个名 然后我们再讨论婚姻问题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自己过于潦草 你看起来可能有点困难 不如我把要点告诉你 第一 我们要进行婚前财产登记 个人的财产归个人 第二 将来我那份财产 包括我继承的所有遗产 在我死后 都将无条件地捐献给儿童慈善基金会 你不得有任何意义 文件签名以后 我们拿到公证处去做公证 这样 你我之间的障碍 就扫清了 你指的障碍是什么 这所洋房 这所花园 都是我们的障碍 你说什么 你怎么了 不同意了 瞧 脸都白了 你这样是在侮辱我吗 集中药害了吗 手都在抖 文件都快拿不住了 我就是一辈子不结婚 我也不会娶你一家老婆 九点三十五分 天堂岛跌停 现价四十四元五毛 车光 咱们动手吧 买进 封住跌停板的抛盘 总共只有一百五十万股 我们把它扫光 买进 买进 是我的最好的 有救了 我可以有救了 我可以有救了 胡闹 蔡美玉怎么这么没头脑 是啊 天堂岛再来几个跌停板 明后就会追讨贷款 抵押出去的国库券可就危险了 一旦客户知道国库券被罗用的真相 就会把大企业部 甚至咱们的总公司告上法庭 这样一来 恐怕会引起多米罗骨牌倒塌效应 必须堵住这个漏洞 怎么堵 命令孤独鹰 强行平撒 给我一把商房宝剑 我去执行任务 今天很重要 都要给我准备好 一会儿等麦叔来了 亲自坐镇指挥 麦叔 好就算了 任何人不去见了 是 我过来好 皮总 您的梅花账户已经清空了 您猜猜盈利多少 四百三十万 整整翻了两番吧 您放心跟我合作 您个人永远是吃不了亏的 多少了 四十八块零五分 马上就要涨停吧 我是问你们手里还有多少天堂枣股票 总共还有一千六百五十万股 成本价是二十二百七毛五 别老跟我提这个价这个价 从现在开始 我要让你们忘记所有的价格 出货 不问价格 不计血本出货 动手挖开端 都给我听好了 今天 尊麦叔的指令 我们要清仓出货 从掌停板 给我杀到跌停板 把天堂宝塞给每一个人 只要他肯要 我们就给他 去吧 你好 这是怎么回事 你在出货吗 哪儿的话 我们正在拼命地抵抗 是影子杀手就出动了 我们遭了他的暗算 你撒谎 是你在背后射冷箭 你们老K今天把我给出卖了 喂 喂 喂 什么都别说了 马上出货 至少套现三亿资金 把那批国库券输回来 不可能 越着急出货 股价就对得越凶 越跌就越没人敢买了 我们就越出不了货了 这是基本常识 现在必须打破常规 能卖出多少是多少 我要你执行命 赶快把天堂岛卖出去 对不起 你的命令我无法执行了 因为已经跌停板了 按照交易所的规定 现在只能买进不能卖出 对不起 你晚来了一步 张宪长找我干嘛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很有可能马上就 成为我们学校的正教长 一把手 那你呢 领导跟我谈过了 可能调我去教育局做副局长 也是管正事 那个姚局长他就退二线 当调研员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一定要保密啊 不能犯自由主义 我不干 给我个理由 什么理由啊 为什么拒绝组织上对你的任命 我不想当官 官儿 镇海小学校长是官儿 有多少优水 有多大权力 这 我是要你挑担子 拉车子 为咱岛上的孩子做更多的事情 你不愿意 可是我有特殊情况 真的难以胜任校长这个职位 别找理由 让我们想想杨老师 向他莫道 完了之后 你再看看还有什么私信杂念 你不能放弃 你在电视上的讲话 让我很感动 希望你走向一条更加宽阔的神圣之路 为更多的人去奉献你的青春 幸亏今天脉术果断啊 幸亏今天脉术果断啊 我们才利用了大震荡 走了一半的祸 我也醒悟晚了 上了老晃的荡了 到最后才弄清楚他的布局 在别处建老鼠舱 让孤独鹰接活 玩的是喜鹊登枝啊 我们倒稀里糊涂的帮他抬了轿子 难怪啊 我要给心腰回扣 让他高位接盘 老晃坚决反对 他貌似公正大义灭亲 一次次的把孤独鹰揪出来 原来全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 此处必保 你媳妇材料 向正前去揭发他 好 我和陶伟一手 我可以直接把材料送给他 不过 咱们没抓住老晃什么把柄 恐怕不好告他 要告 只能告孤独鹰了 也罢 反正他们是一窝的 喜鹊登枝 用别人的钱高位接盘 将利润转入私人腰包 这可是大罪啊 您放心 我一定会把其中的猫腻 详细地告诉头一 由于老K基金的叛变 天堂岛股票终于崩盘 周俊涛总经理 亲自督政 逼我加入杀跌的行列 局面愈发不可收拾 同时 沐月峰做假账 掏空上市公司资金的内幕 不断曝光 恐慌性气氛在整个股市蔓延开来 天堂岛连跌十个停板 成为护身股市的一大习惯 股价从四十八元跌到十八元以下 几十一元的市值 顷刻间灰飞湮灭 我傻了 惊呆了 实在无法想象 这只暴跌的股票 竟然出自我的双手 我知道祸床大了 厄运正一步一步地向我逼来 夕阳 你爱若云吗 现在不是我爱不爱她的问题 是她根本就排斥了 你嫂的那天 我问过她 她是怕你将来再变心 她受到的打击会更大 所以才决定现在离开你 原来是这样 你放心吧 我一定会爱若云一辈子的 除非我因为天堂倒股票的事 发生了什么意外 好 我非常希望 你们有个幸福美满的结局 我已经为你找好了一条出路 那您怎么办 只要经济上是清白的 不会有大问题的 这么多年 我没往自己口袋里装过一分钱 可是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一个人怎么承担得了 有什么大不了的 股市里崩盘的庄股比比皆是 又用哪个营业部的经理 受过刑事处罚呢 挪用客户保证军的证件公司 数不胜数 我只不过挪用点国库卷 算得了什么 不过秘密账户总算保住了 你那些朋友也赚了 那些老祖们面子大 手眼通天 你要是真的遇到什么麻烦了 他们应该会想办法帮你吧 证监局的工作组很快就会进住总公司 事情 总得有个交代 我已经决定了 炒你的鱿鱼 什么 你坐下 听我说 兵局的家 你属于社会招聘人员 你的工作关系 檀案还有工资都不在本公司 你是个临时工 因此解辟你没有任何障碍 也就是说 我和冯楠楠他们一样啊 是的 现在 我的乌杀冒保不住了 但是我要保住你 在工作组展开工作之前 要辞退你 才能使你跳出是非权 我明白了 深圳有家证券公司的老总是我的朋友 我已经跟他说好了 他愿意收留你 你可以继续做你的操盘手 先避避风声吧 蔡经理 谢谢你 信瑶他操作不当 造成营业部重大损失 这绝非偶然啊 长期以来 他似有散漫 目中无人 所作所为 让人难以容忍 这绝非偶然啊 你 交兵必败啊 最终 自己砸了自己的牌子 下面我宣布 扣发信瑶三个月的工资奖金 第二 将他开出出名 大旗营业部将永不录用 喂 陶薇 经理 好久不见了 你好 你好 好 来来来 坐 小经理 陶薇同志是作为证监局工作组的成员 来到大旗营业部的 他可不是随便坐的 从今天起 营业部必须在陶薇同志的领导下 开展清理整顿工作 欢迎 欢迎 陶薇 来 喝点水 好 谢谢 陶薇啊 大旗营业部也算是你的娘家了 别客气 发现问题啊 及时指出严肃批评 我呢 该负责的负责 该配合的配合 绝无二话 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 你说 帮我安排一张办公桌 那就在我办公室吧 我们面对面的办公 办公地点我已经选好了 就在英朝 快点 必须 必须 买来 买来 这儿买 买来 买来 快 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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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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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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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买来 买了没 这儿 这儿 对对对 那儿 那儿 好 好 快打呀 你 怎么了 你 这盘大碗 你 这盘大碗 你 这盘大碗 怎么 你不欢迎我来这里吗 你怎么来了 陶威是调查小组的领导 要到英朝里来办公 没想到我会以这样的方式 走进英朝 好了 现在把你所掌握的账户都调出来 恐怕我难以聪明 我没有这个权利 为什么 因为我被开除了 你准备走了是吗 对 你来得正好 我正好可以当面把钥匙给你 没那么简单 你不能走 为什么 因为我来了 而你则是我的重点调查对象 现在我宣布 蔡经理开除星瑶的决定无效 星瑶必须留下来 交代炒作天堂岛的一切细节 我还可以进一步向大家交底 大旗营业部 是这次清理整顿的重点单位 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外 如果有人触犯法律 认他是谁 也绝不能逍遥法外 我究竟怎么了 难道在你眼里 我已经成了一名罪犯了吗 我并没有说你是罪犯 但是你的问题确实很严重 说一千到一万 我只不过是一名操盘手 而且还是临时工 在你这个临时工手上 流动着十几个亿的资金 你说 这是不是事实 我早就提醒过你 跳出陷阱 守法操作 可是你只当耳旁风 现在我作为过去的朋友 再一次提醒你 赶紧交代问题 不要心存侥幸 主动配合我们救出幕后的黑手 听你话里的意思 好像已经确定 我参与了犯罪对不对 那要问你自己 是 我做庄炒作天堂岛 由于资金链断裂 天堂岛崩盘 的确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可我没犯罪 根据举报 天堂岛崩盘前 吸引大量买入股票 用你们的行内化 没法说 这叫喜鹊登之 喜鹊登之 谁告诉你的 我不能违反我的原则 说吧 有没有这回事 没有 我冤枉 我就是跳到黄鹅 我也洗不清了 黄鹅 你怎么来了 黄鹅 我被人陷害了 有人利用我 影子杀手的确存在 他在暗中出货 让我高位接盘 谁是影子杀手 你知道他在哪吗 我当然不知道了 那谁会相信你啊 你高位接盘这是事实 你把人家几个亿的资金赔进去了 这也是事实 仅凭这一点 就能判你几年图形 判刑 你以为怎么着 没人跟你开玩笑 拿什么影子杀手搞名堂 这堂测是堂测不过去的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那总要有个结果呀 那总要有一只剃碎羊啊 你可想清楚了 那现在我该怎么办 三十六计走为上计 不行 我不能走 我走了不就把黑锅碑 在我自己身上了吗 我没搞洗血灯汁 我得把事情说清楚啊 如果有可能 我还要帮陶薇 把影子杀手给揪出来 走吧 走吧 泰国的曼妮投资公司 还等着你去涨舵呢 可我喜欢炒股票 我不想出国 我劝你把目光放远一点 到国际市场上去 晶晶风雨 见见世面有什么不好的 我还准备送你到名牌大学 去深造深造 像哈佛呀 剑桥 拿到过硬的文凭 打造成国际型的专业人才 将来回到国内 再干一番大事业 您想得这么远 投资绝不经济限于股市 国有资产的收购坚定 银行的股份值改造 美元增弱 基本金属暴涨 这一切我们都要关注 都在酝酿着难以想象的机会 你从一名操盘手成长为 巴菲特索罗斯 那样真正的投资家 要照你这么说 存在一个影子杀手 他利用你高位接盘 你却不认识他 是吗 是的 这件事我早就怀疑了 吃光他们也知道 你必须承认你们配合的天衣无缝 这个影子杀手掌握你的一举一动 肯定隐藏在你的身边 你好好想一想他是谁 我知道你们怀疑怀疑 可是他确实没有参与天堂倒的炒作 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是影子杀手 那这样一来你的嫌疑就更重了 你怎么证明自己不是受益者呢 请你们相信我 我真的没有拿过任何人的好处 的确曾经有人想拉拢我 给我高额回扣 谁 你说清楚 老K基金的车工 说真的 我直到那个时候才知道有洗血灯枝 你这话说的可不老实 根据我们掌握的材料 你在老K基金工作时 就玩过洗血灯枝 并受到过严厉的内部处罚 我把老K基金是怎么样卷入 天堂倒股票的整个过程 整理了这份材料 看了就会明白了 老谎这个家伙 是怎么样一步一步把我们卷入陷阱的 那这么说 老谎一直在你和星瑶之间 充当中间人 是的 我们也是吃了亏 才慢慢反过味儿了 所以啊 我们要主动配合调查 一定要把天堂倒这个沐黄黑手 救出 那你认为 星瑶是不是老谎的搭档呢 可能性不大 因为他一直在英朝接火 跟我频繁地接触 他没有时间 也不可能到另外的一个地方抛售股票 这小子能耐再大 毕竟没有分身术吧 分身术 除非他真的有分身术 所以啊 我们判断一定另外有一个人 在另外一个地方抛售股票 叫星瑶接盘 这样的话 所谓喜鹊登之 才能成立 那这个人 就是星瑶所说的影子杀手 老谎真正的搭档 也许吧 判刑 进监狱 难道真有这么严重吗 我只是在影视作品里看过监狱的生活 那是多么可怕呀 出来后我还能做回正常人吗 我觉得我已经无法排解现在我面对的问题了 只有像谎爷说的那样 出国 才是我现在唯一正确的选择 但是 我还有一桩心事放不下 在出国前 我必须解决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昨天老K基金的车光给了我一份材料 他们认为操纵天堂岛股票的最大嫌疑人是老谎 可我查了一下天堂岛的交易记录 这个影子杀手可能藏在碧海市 这样一来老谎的嫌疑清了 星瑶的嫌疑重了 因为碧海市是星瑶的老家 炒天堂岛的伙人很神秘 时句时散 漂泊不定 他们用许多声音证开账户 真叫难辨 资金进出也是运用各种银行卡 化准为零 机动灵活 总之啊 我们很不法判断 他们从哪里来又到哪里去了 谁是他们的后台老板 好 这就是他们的菜饭室 一天早上他们忽然失踪了 跟任何人没打招呼 我一查啊 他们掌握的股票账户 资金通通被划走了 孙总 这是我写的大盘分析报告 请供一下 冯楠楠 陶薇 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什么时候离开她大秦夜部 一言难尽 讨干事 你来这儿看着你 我实在太高兴了 原来你们是老熟人啊 帮你们聊吧 那孙经理 我们出去一下 好 我来陛海中间才半个月 已经见到两个熟人了 你猜 一个是你 另一个是谁 我怎么猜得出来 你就直说吧 孤独英 星瑶 什么你在这里遇到了星瑶 确切地说是她的弟弟 星瑶是双胞胎 她的弟叫星远 那她现在在什么地方 她是一名小学校长 在碧海市下面的一个海岛上 这位新校长可是一名模范人物 我还在电视上看见过她呢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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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热不热 你在干嘛 有兔子 摇摇 快 好 摇摇 摇摇加油 快追 摇摇 好 摇摇 瑶瑶 瑶瑶 加油 瑶瑶 加油 瑶瑶 你肚子 快追 瑶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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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追 快追 瑶瑶 加油 快追 瑶瑶 瑶瑶 加油 瑶瑶 追上来 好 瑶瑶 好 瑶瑶 快追 快追 好 怎么了 快追啊 瑶瑶 瑶瑶 你的腿 我的腿完全好了 我的腿完全好了 我的腿真好了 瑶瑶 我的腿也是 最好 陶威同志 你千万别客气 省厅专门来过电话 只是我们全力配合你的调查 能不能安排人查一下 欣远在银行到底有多少存款 案发时间并不长 犯罪嫌疑人不可能把所有的资金 都转出避海市银行系统 小王 这样 立刻与所有银行取得联系 是 陶威 你的怀疑真的让我很吃惊 要说新校长 也算我们地方上的先进典型 他平时乐上好施 又经常帮助穷人 应该算得上一名慈善家才对 那这就更有意思了 慈善家得有钱 欣远只是一名小学校长 他哪来那么多钱呢 我想去海岛上 见一见这位新校长 好 主持人 这位新高校长 跟证是 调文 街上 并不是 都没在 跟证 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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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法呼吸 无法逃避 Baby 我好想你 不顾一切的爱你 有多苦都不放弃 Baby 我好想你 就算 悲尘世界 也爱着你